为了不被吃掉 它已经很努力长成人们讨厌的模样 更是做到了在海里没有任何天敌 眼前破茧而出的海货 其实是蛮鱼中的劳斯莱斯的芒蛮 独特的身体构造受到刺激后 表皮会分泌出大量粘液 这些粘液遇到水后会膨胀变大 将捕食者的鱼鳃堵住 粘稠拉丝的模样让其相当不受待见 但它却到了精明的商人手里成了取之不尽的天然果冻 一只芒蛮直到晕厥都会在养殖箱里渡 师傅会不断刺激气产生粘液 这些粘液会被精准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能被直接抽出的胶体部分 这个分泌量取决于芒蛮体内营养的存量 每只芒蛮的取用都会被精准控制在一个利于生长的量 将其做到可持续再吃 另一部分则是溶鱼水的部分 师傅加入卡拉椒让其名 在这里每一位食客都能直观地纵满整个制作过程 每一份都是现场制作 不拖泥带水不含糊的态度 更是让老板的芒蛮果冻口感顺滑 将水分收干 只保留胶体部分进行制作 几滴酱油下去 内在的鲜甜滋味被极致唤醒 一般是一人只能吃一份 一口下去 就足以让普通人一天白淡